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忆起年少 无知与情况 许第二个愿望 希望我们能改变世界 却被世界改变 我亲爱的朋友啊 你现在过得好吗 是不是也和我一样感叹 时光从不留下 我亲爱的朋友啊 再疯狂一次后吧 有没有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大人啊 那动荡的一年 我们许下了第三个愿望 希望生活又能能分享 身体也很健康 欢迎来到飞碟屋子期 我们现在听到是久违的修团八年的棉花堂 有新单曲 然后也有一些计划 妇科 演出等等 这个当年为什么会分开 现在为什么又复合 这个一个谜 在过程里面呢 团圆之一 就是继续唱 团圆之二去开了悬货店 在新北市 我还记得我特别开车到新北市 想去逛一逛 就神秘的悬货店开在一个大楼的深处 不是那种路面的 路边的 它是一楼 但是在深处 结果没开 所以好像去了两次吧 都没有营业 就算是很free的一家旋物店 anyway 现在又回来做音乐了 这是亲爱的朋友 我亲爱的朋友啊 再疯狂一次后吧 有没有变成你想要成为的 亲爱的朋友就让我把这首歌送给我们 愿烦恼终将带来成长 愿有一成村 所以呢 这个开店的朋友呢 一定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是不是会稳定的营业 这样子 因为有时候我们这些客人 千里迢迢 满腔热血想要去捧场 那有的时候呢 就是被脸书骗了 被Google骗了 因为上面写的营业时间都是有开的 可是一到现场呢 就没开 有各种的原因跟理由 但是回头去划一划粉砖才发现 哦 原来他有公告哦 那这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实际 可是就是照理说 这个去的时间不是大半夜 不是一大早 应该就会开着 为什么突然就没开 我有点忘记那一天是为什么没开 但是这个事情不是单一个啊 很多的全台湾的电友常去的时候都扑空 后来养成的习惯要打电话 但有时候因为你可能只在几分钟的路程嘛 就想不如就去撞一撞好了 或者说是根本没有电话的 像这个前一阵去台中 就是前一个礼拜天啦 就五天前去台中 然后也一样有几家店想去逛 然后就就充充充的开了20分钟的车 到那边 啊 没开 但是他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FB 因为有一些跳蚤市场 二手店都是类似资源回收 然后顺便开办的 所以没有什么数位规模 没有那种社群的习惯 这也是挺麻烦的 好 同样是团体 我们来听首页人在年前为贺岁片 跟你老婆去旅行所演唱的插曲 Rememb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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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cken hemen Gcken Don't let yesterday lead the way 讲到这个电影呢 这一定是廉价嘛 很多人应该会非常想去看 这个邱泽跟徐文宁演的片子 那他是韩片 不标准情人改编的 韩国片里面的男主角呢 当然没有我们邱泽帅啦 不过老实说那个神韵还真有点像 不得不说旋角的时候好厉害 就是找到一个有一点点神似 但真的不像 但是你就会觉得某些神情 就是那个感觉 那里面当然做了一些改变啦 吃冰棒的是没有什么变啦 那当然里面没有粉蒸排骨啦 然后徐文宁是在小小的农会嘛 那那个韩片是在比较华丽的银行 比较漂亮的银行 然后台湾的这个 陶在老大是中心灵是女的 那在韩片是男的 那后来中心灵他变成一个竞选人从政 那韩版里并没有 大概是一些差异还是蛮大的 基本上口碑都蛮好的 不过有时候我都觉得说 我们这个活在演艺圈的这些同伴们 是不是离这个观众很遥远 常常我们都觉得超棒超棒超棒的片子 最后可能都不见得有很好的收获 很奇怪 好 我们现在听到是宇宙人 宇宙人的作品 明天留给我 Nós 幸 miss 听到是玧克bed 中心 我们一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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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了也很好 如果想要找我 你 DACA 虽然没好新好 世界把我们都关着 别忘了我是旅行社的规格 除了办公室就没有规则 还有五天老子就放假了 一句现场里neverly有点远 第一张邮票把自己当明信片 就是拒绝推荐 知道你的什么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 keep me talk一口 找理由找个优舍没得去旅游 只想打卡但不是打得打卡中 看看招牌是不是有代购 拍了去过的我们浪漫解锁 全力别再敢 travel and live in channel 如果你也想走 明天留给我 常常在脸书三不五时会分享一些看片的心得 多半我放的都是一些奇怪的电影 比如说像哥吉拉这种我就不会放 柯南这种我也不会放 因为太多人在看了不需要再讨论 就别人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 那刚刚讲到像比如说贺岁片 今年很多部都很好看 最后是角头卖第一名 那无庸置疑啦 因为它确实是有一个很强大的IP 有个宇宙 再加上主角的表现 确实很到位 并且剧情很流畅 也不完全是拘泥在黑道的厮杀 也有感情的部分 但其他有一两部 卖的比我想象中差 或者是卖的比我想象中好 其中有一部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难消化 结果比想象中好 有一部觉得还可以啦 顺顺的看 当然你说有没有bug呢 有 就是可能上一幕跟下一幕呢 它就不联系这样子 可是 可是也没有理想中的好 所以这个 就觉得好像我们的判断力 是不是 这个离普罗大众有一段距离 但也没关系 就是安安 大家各忙各的这样 sorry 今天想说什么以上 看心情是什么模样 比如说 女胚空就很自我 蓝色代表自信自色 代表着足以 接下来是女子传体 Ping Fun 想了解 也得用心平常旅孩们的语言 谁能读懂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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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秘密早就都画在脸上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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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我风格的装法 就能看出我的想法 准备看我的表演吧 在生而起沉浸 享受自我 那既有空气当做麦克风 在镜子前面放生的跪过 送我在窗口 举起手 对你说 我发现武汉 举风在闪烁 厨房靠近瞳瞳 不能放过 最精彩的 怕要留给厕所 哪里的echo 才能够 跟我紧紧的比较哀悼 开冰箱 先休息一下 坐沙发 脑中不停响 下一哨 轮到哪儿 手心晕歌 hip hop rock 或情歌 mayb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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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秘密早就都画在脸上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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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变我 这个廉价各位要做什么呢 其实真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耶 像这个今天晚上会到新竹 也有一个活动 那其实也有很多展览啊 市集啊 就当然赖在家里 坐这家室也不错 每次都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出去 一出去可能又是一整天 可是在家里好像很容易就 就坐下来赖在那儿 也不错 太多太多那个杂志啊 书啊 CD啊 都没有消化掉 更不要说电影了 嗯 有很多的 功课 自己给自己的功课要做 所以 可是你叫廉价 最恐怖的就是塞车 上次那个 228把我塞了一次 从台北到台中 三个小时 开到 开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真的 在那儿睡了 赶快下交流到换手 伤脑筋 所以好了 希望大家得个廉价愉快啊 上上周呢 有一天假期 那因为不是假日 所以我就决定去高雄 因为在非假日的时候 有些地方人比较少 比如说 呃 高美馆 那么也就看了展览很舒服 没什么人 并且也去探访了几个地方 其中也去了 爱比路唱片行 在爱比路唱片行呢 呃 欢迎回来 在高雄有一家唱片行 叫爱比路 爱比路 那么是否跟 Beatles有关系呢 我想应该有了 哈 爱比路唱片行很特别 因为它就是真的以唱片为主啊 嗯 CD 好像没有 并且有 有一个小咖啡厅 你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喝咖啡 然后再到二楼呢 试听一下高级的喇叭 还有很多唱片 那里是一个小小的音乐厅 非常非常小 有很多的人在那里表演过 包括去年的 以利高路小姐 我们现在就到高雄 因为是音响爱好者 音乐爱好者 所以呢 店主呢 在录音上面也做得非常好 之前他也送过一张 爵士的live表演 就在他们的二楼小客厅 稀利 在这个台湾很多角落呢 有许多朋友 忠于自己的所爱 当然 社会大事 世界大事也是要关心 但有些事情 真的离我们有点遥远 我们身边有很多美好事物 你是否有认真的分享跟体会呢 国际大事 我们多多少少会有点无力感 常常我们就只能默默的关切 或者说无奈的发声 可是你也知道 它真的离你很遥远 有些事情呢 也真的是 无法处理得很彻底 所以反求诸己 就是自己是不是能够 把身边的人事物顾好 把美好的事情传承下去 谢谢很棒的老板 之前他们也北上到创意动脑盒 接受采访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 我刚刚发现反求诸己的成语好像不是这样用的 总之呢 就是扪心自问好了 有没有做自己能做的范围之内的好事 让好事不断的花生 哇 这个以利高一路太会唱了 好舒服哦 那他的新专辑也差不多要推出了吧 因为之前我是参与募资 募资完之后呢 就只能等待 我也忘记他到底什么时候发火啦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歌手 很棒很棒的生活家 有些名人 也会跨界去参与一些些政治 或者说是社会的事物 也没有不行 你去发声 然后为一些事情 发表意见 当然那个意见不一定是好的 有些有可能是激动的愤怒的偏差的 也OK啦 但是我常会觉得说 我相信你也不太喜欢不了解你的人 来发表对你的看法 那你是否真的去了解过你所发生的事件 你是否真的有完全的参与 你懂意思吗 就是你应该也不太希望别人来插足你在做的事情 假设他并不了解你 他只是想要发言 那反过来为什么你就可以随意的去发言 插足别人的事情跟地盘 你觉得你是对的 那难道人家说你就不对吗 所以这个很矛盾 因此就会常常不断的思考说 好就是要更谨慎 就简单讲就是同理心 同理心不一定是一种好像 我觉得他好可怜 所以我也要更加的这个什么 不一定 有时候是用来判断 用来判断你该不该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是应该是拿来判断你 该做什么事情 或是不该做什么事情 反正同理心这三个字很好用 用对了就得到神田了 好的 我们继续听Live的演出 这是下卡康 下卡康是一位美国的歌手创作人 他在七零年代就已经出名 现在来这几回 这是我所买的一张Live的C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专辑是去年发行的 老实说他很阳春 我要不是因为里面这几首歌 我就觉得说 这美国人会不会有点混 这张专辑也没有讲说 一些故事或者说是演唱会的更多的照片 或者是说 我现在连看那个演唱会的时间地点 好像都没写 还是我眼花的 anyway 很阳春的包装 但这首歌才太好听了 Soot of Fire 当年我是因为徐仲威 来自新加坡的天后翻唱 我才知道这首西洋歌曲的 那现在听到的是 夏卡康的Live的版本 有更多的自由转音 Soot of Fire We'll be the fire To the limit to the world We'll be the fire The chance to be with you I'm ready to risk it all We'll be the fire Baby whatever cause was made I'm ready to change it all We'll be the fire 像有时候我看 一些艺人被访问 常常会聊到一些政治的事情 我就会想说 政治人物一定很美颂 就是政治人物 如果在看新闻的话 一定会想说 你哪位啊 你为什么要评论我 你以为你陈辉文 你说辉文哥 长期在关注政治 那他来讲政治 我觉得还稍微合理 可是一个名人 或是随便网红好了 或是明星直播主 你是真的有长期 在管这些事情的话 那我觉得OK 反过来 假设一个政治人物 在批评演艺圈 你一定也会不爽 你一定会觉得说 你是很了解我们演艺圈 你懂个屁 所以这就叫做 同理心 就是这个讨论别人之前 你要确认 你有没有那个基础 这首歌曲 应该就是夏卡康的代表作 应该是他写的 我现在还在查 应该是 因为他是个作曲家 那 就像我刚刚讲 当年呢 我就是因为许仲威的翻唱 那那个时代没有网络 你很难 马上去查到说 这首歌是哪里来的 这样 所以就觉得 哇 这个时代真棒 好 我确认了这首歌 不是他写的 但是确实是 应该是他的代表作 然后是David Foster David Foster 是一个好厉害的美国人 写了很多很多 很棒的情歌 不断地转音 不断地freestyle 不断地adlib 不断地跟合音互动 这首歌猪猪飙了六分钟 歌猪飙了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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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结束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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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高雄艾比路 接下来是唱这首《今晚天空没有云》 也是比较少唱的 因为可以在那个 就比较密闭式的空间 可以唱首歌 《今晚天空没有云》是冠雨写的词 然后我写的曲 那 有听过吗 这首歌 有听过 其实这首歌是 那个冠雨的词 是来自那个 就是 当时那时候太阳花学运的时候 冠雨是他的先生 叫陈冠雨 这是我认识的第三个陈冠雨了 包括我们的忠实听众 台南的陈冠雨 还有以利高路的先生陈冠雨 还有以前有个钢琴家 出了很多专辑的钢琴王子 陈冠雨 但其实不是 他就是 就是为了 为了当时的 可以安慰当时的 那 当时的年轻人 待会儿再来分享 今天开始在新竹 有什么事情发生 它叫光临艺术节 今晚天空 没有云 银河灿 银河灿 挂月头顶 并肩相依 手勾着手 我们往后仰堂 泪水沾湿 泪水沾湿头发 我哭 因为心里满是困惑 我哭 因为心爱的和我共度 我不坚强 我不坚强 我很软弱 只想找回被遗忘的爱 只想找回被遗忘的爱 光临艺术节 其实是7月的时候才正式登场的 大家知道今年的灯会一听半嘛 可是有很多的作品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甚至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延伸 时间更充裕 在新竹市 就会看到台湾日本英国德国意大利 各地的光雕音乐艺术让古迹说故事 76件作品会散布在舞区 有许多的插画家艺术家的创意灯笼 也会在店家出现 但是因为在廉价的到来迎接廉价 所以从2号开始到5号的晚间时段 也就是今天开始消防博物馆 新竹州厅 林务局 新竹林区管理处 警察局都有环状型光雕 会让大家有点像是一个暖身的概念 那真正的开始就是7、8月 新竹的各个古迹 或者是大家很熟悉的新竹美术馆 新竹火车站都会有投影 我目前看到这个示意图是觉得非常的美 总之呢 如果你刚好有空 可以去参加新竹的光临 艺术节 新竹的光临 欢迎光临的光临 当然啦 如果你真的想赖在家的话 也可以听听我过去一两年上过的Podcast 在电台当然每天都在讲话 但毕竟有时候还是以服务歌曲为主 还有分享一些资讯 到了人家的Podcast 就看他想聊什么 有的想聊这个艺术创作 有的想聊文创 或者是聊八卦 演艺圈的故事奋斗时 还有呢 聊这个故宫的文物 我这个聊的可多了 在音乐也聊过 我自己的专辑 上过的各种类型 就看主持人想要跟我哈拉什么 当然我也在想自己要不要做Podcast 因为确实有些东西不太适合 在电台完整的分享 有些故事比较漏漏灯 在这里讲可能大家睡了 不加点音乐实在不行 所以呢 好像也不错 就是多一个平台 可以把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 前阵子也3月30号 我生日天去上的一个叫做七天来 这个名字很奇怪 七天来一发 那他也上线 聊的就是一些些演艺圈的故事 尤其因为里面有一个我们的哈韩奇人 在里面 你听他声音就很熟悉 所以难免会聊到韩国演艺圈 那另外一位主持人呢 其实是致命的经纪人 没想到他跟我讲说 原来他人生啊 原来他人生啊 第一个工作 在电视台上班 做的冠军家庭TV秀 的主持人是我 天哪 我根本不记得 不知道以前我没有 让他看不顺眼的地方 应该没有 不然他应该不会找我上节目 对不对 我跟你讲喔 真的平常的日积月蕾太重要 太恐怖了 我们回到下卡康 好 好 有 有 就是 有 And I say, it won't count, baby I do it naturally I'm a real woman It's all in me I believe I'll try it out Every one for me And you say I can cast a spell Tickets you can't tell Big special rules Put by the side of you Anytime you feel Danger of fear I will appear I love you It's all in me Anything you won't count, baby I'll do it naturally I'm every woman 也是非常經典的歌曲 Live的版本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就是可以飙起來 飙到無止境這樣子 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沒有看什麼演唱會呢 這陣子最熱門的應該就是 五月天嘛 接下來也恭喜 這個 許富凱 桃子姐 終於小巨蛋 這個演黨成功 這個booking成功了 還有Lulu 也有Legacy的生日演唱會 我也買票 給大家支持 期待 異君姐 這個 異君姐總是在台上會拔鬥 好恐怖 她去高雄 又不小心滑了一下 嚇死人了 因為她在台北那場我在 聽說也是 有一點小危險這樣子 這個升降還什麼的 唉唷 我的暴動 再來呢 還有想王心靈要去高雄 還有好多 就是我也希望我今年上半年 或是什麼時候 能夠再做一場售票的演出 兩年沒有做了 也是很想要做什麼 玩一下音樂 畢竟我自己愛的歌太多了 經歷的故事也非常多 我的秀 不管是我之前 兩年前去大港開唱 或者是在Legacy 通常有一個特色就是 故事非常的飽滿 因為很多歌手是能唱 不太會說 不太想說 但是也OK 像比如說新小琦的我也很期待 因為她的考歌太多了嘛 小琦姐其實不用說話 就一直唱就好了 像我的呢 我就很想跟大家聊一些 我的收藏品啊 我的故事啊這樣 那這可能也是我的秀 跟其他歌手不一樣的 最大不一樣的地方吧 就我很愛說的啦 但是 保證是很鮮鮮 因為太多太多回憶了 從我出道前到出道後 對不對 OK Anyway 希望大家 這個 這個 善用假日 讓你的人生會很痛苦 這個禮拜因為剛過生日 所以真的是感觸非常多 當然很開心 那個小花來我們家 來我們家玩這樣 那大家這幾天也可以看到一些我PO的她那個 守護的影片 但感觸多的是 她真的這半年一年老得很快 因為她真的年紀大了 關節各方面 像之前在我們家的一個長長的走廊 她都會奔跑 這次來基本上都沒在跑了 你知道嗎 還好我之前都有拍一些要奔跑的影片 出去尿尿一次啊 以前尿完就會火速想回家 回我家這樣 這次也就是慢慢走 年紀大了 走不動 很多樓梯她也不太想走 所以啊 一定要珍惜你身邊的人或寵物啊 進入那個老年期 那個狀態就不太一樣 雖然那個眼睛還是咕嚕咕嚕的很可愛 那活力是真的會稍微有點減退 跟人一樣嘛 休息一下再回到飛碟舞子期 歡迎回來 最後我們來聽的歌曲 是賈斯汀的作品 在今年推出的全新的專輯 講的議題好像蠻深的 我們聽這首hold on 在拍攝 bracket 我們聽到是值得的 還要的 我們聽到的 是有一點 我們聽到的 你們聽到 視線 我跟你們這點 是有考慮的 平台 成員 其實他們 會想說 怎麼會 我們 要 i need you to hold on heaven is a place not too far away we all know i should be the one to say we all make mistakes take my hand and hold on tell me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to say cause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someone he feels to be someone who loses the way looking for answers in a place unknown you need the connection but you can't get close painting stars up on your ceiling cause you wish that you could fight some feeling you know you could call me if you need someone i need you to hold on heaven is a place not too far away we all know i should be the one to say we all make mistakes take my hand and hold on tell me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to say cause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someone feels to be someone who loses the way midnight till morning call if you need somebody i will be there for you i will be there for you midnight till morning call if you need somebody i will be there for you i need you to hold on heaven is a place not too far away we all know i should be the one to say we all make mistakes take my hand and hold on tell me everything that you need to say cause i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someone feels to be someone who loses the way i need you to morning call if you need somebody i will be there for you